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Y点的时间室 我是歪叔 首先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假期玩的开心 这几天我们的老朋友面包虫 并没有闲着 国庆假期还在加班加点 今天他们的任务是解决这条小鲍鱼 虽然是假期 但面包虫一点都没有偷懒的意思 闻到鱼腥味后马上围了过来 开始疯狂啃食小鲍鱼 第一次吃海鲜 嗯 味道还不错吧 很快 两个小时过去了 我们来看看这条小鲍鱼 哇 惨不忍睹啊 这面包虫也太猛了 鱼的脑子已经被吃掉了 身上留下了一个个小坑 接下来继续 又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们再来看看这条小鲍鱼被面包虫吃成什么样子了 可以看到鲍鱼的肉大部分已经全部被吃完了 只剩下底下一点 摘满了面包虫便便的部分 还没有来得及吃掉 原来面包虫也会嫌弃自己的便便 继续吧 现在是第二天早上 可以看到 面包虫已经完全把鲍鱼啃食干净了 甚至连头都吃掉了 只剩下了一堆白骨 太厉害了 出发了一堆白骨 对 对 对 白骨 太厉害了 对 对